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点击我的视频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开箱 因为我新买的那个机箱到了 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么一个大箱的 这个叫安泰克 安泰克 然后好像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牌子 型号是DP301M 然后我打开看看里边的做工程怎么样 除掉放墨 就是这么个外观 给大家看一看 有点反光 299M 然后是有这个磁性的 它是磁铁吸上去的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给打开 呦这边上是一个玻璃缸的一个面板 现在好像很多电脑都是这种玻璃缸面板 这就是里边的一个结构 那我现在就把我的这个主板给装进去 因为像你们的电脑 就是都是电脑 我的这个电脑 这不是由于疫情的关系吗 一直是这一堆东西 所以也不能称这为电脑 那我今天这个有电脑有这个机箱呢 我就把这些东西给装进去 刚才闹了个乌龙啊 它这里边的这个螺丝呢 在这个硬盘的拖架里边 然后也没找到 现在才把它找到 在这个电脑这个曝光箱里呢 它也没说说含有螺丝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刚才我就有点懵 我说这个螺丝一直都应该是这个机箱提供的吗 我去主板的盒里找也没找到 然后去那个 电源的盒里找也没找到 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是机箱提供吧 如果要是不提供的话 那这个螺丝我怎么买呢 这挺奇怪的 那我现在就装吧 大概十五六年前我传过电脑 那个时候就是 螺丝什么都是机箱提供的 螺丝都长一样吧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那个 里边有灯闪来闪去那种 然后机箱很亮 我觉得看起来 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低厅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应该一个电脑应该出现的 这电源就拧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把别的给弄上 现在是状况不断 总以为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 所以也没怎么提前做过功课 十几年前干过 但是跟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 刚才装这个主板的时候 也对位啊 这个手啊跟你想的 有很多协调性上的一些问题 拧螺丝也不像这个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对上就行 这个看来这个 很多事这个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这个是所谓的那种内部走线 这个线呢 要从后边 从这个地方给拉过来 我以前没接触过这种机箱 这种机箱只是在一些品牌机的一些段位上才会出现 所以呢 这个就是所说的这个叫背部走线 然后把我整的也挺懵 哎我现在想一次性把这个线给捋的特别清楚 可能还得仔细研究一下 先装显卡是个失误啊 这个现在这个头非常难插进去 这就是经验啊 如果是每天装机 我觉得肯定不会放这种低级错误 好 reset switch power switch 内存也装好了 免得一会又 又要拆东西 这个是有防呆的一个插项的 所以就不担心插错 这又是个啥玩意儿 HD Audio 找到了 说明书上都没写 主板上写的呢 2.5寸的这个散除硬盘 他们给提供了一个拖架 把这个拧到这上 然后可以再按到主板上 这个设计是我第一次碰见的 好嘞行嘞这就 然后挂上去 我对这个设计挺满意的 好了基本上差不多了 现在该插的线我认为都插上了 后边的这个走线我都不让你们看了 简直是不忍直视 我觉得这个工作如果是 像这个在北京这个装机的这个工作已经消失了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把你的那个内部的走线给你捋的整整齐齐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作至少是值200块钱的 那现在差不多了 咱们就连上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 能不能一次性点亮 好开机 好这个光有动感的哈 起动了 说明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疏漏 这期视频呢可能大家不会觉得像其他大神组装机器的时候 好如行云流水般操作看的那么顺畅 我这个呢是磕磕绊绊的 然后那个也没什么美感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YouTube上也好 还是在国内的这些视频媒体上也好 从来不缺这种大神啊 行云流水的操作 缺的就是像我们这种把一种真实的一个心境和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给反映出来的这种视频 呃呃呃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现在呢把这个电脑给装成这个 Windows了 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有一个海皇机吗 每次我在这个上面尝试不成的一个方案 我拿到海海皇机上 都能很顺畅的就启动 包括这个Mojave啊Catalina的启动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总体上来说这个机箱 还行吧 它这个设计做工要比我之前 呃 见过的那种机箱可太好了 呃这里边有那个 机械硬盘的那个卡柱 可以直接抽下来 这边是一个灯 呃里边这个是用的一个玻璃缸的一个面板 呃尽管这个设计我不怎么领情 但是反正它不算是丑 反正还行吧 就是总体上还行 然后做工也挺好的 上面有这个防尘的这个网 然后是磁性的 这可能对它散热也非常非常有好处 但其实这个电脑呢 我是这么想的 我准备把它给当成那个 我的那个 用在工作上的一个 财务的电脑 然后把财务的那个海黄脊 用作这个黑苹果 那么呢现在呢 我也就是想着 我也不浪费这么多的时间了 因为毕竟过两天也就要去工作了哈 现在渐渐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事 像下午有的时候可能微信会忙一个不停 所以呢我就不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呃在做黑苹果这个行当 呃我看到论坛里有一些人在评论说 这个黑苹果呢 就是说这个硬件是求旧不求新 太新的硬件有的时候不支持 你耗费很多的时间也解决不了 然后你要是用那个 大家很普遍的很习以为常的一个硬件呢 可能你就用一个大神的一些 呃镜像啊或者是随便找一个论坛里的一个 一些做好的那种自动化的都可以装 呃之前呢我是想买这个 海盗船的这个这个机箱啊就是这个小胖的机箱 后来这个机箱呢你看它可以那个 它可以提走这个外观我觉得挺喜欢的 啊 后来由于什么没买呢 其实要不然也早下手了 就是由于这个 京东上自营的一直缺那个 黄色的它没有白色的和黑色的 我就一直等一直等 后来前几天也没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 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参数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这个主板根本装不进人家这个机箱 他要求这个机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方形的 就是四个边都是一样长的那个 17x17的那种mini的主板 我这个呢是一个紧凑型的主板 然后呢我就没考虑这个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不考虑这个是这样的 你看啊这个价格是这个价 尽管是有些渠道可能可能他们卖八百九百 但是你们也知道我这个机箱里边的这个芯哈 一共才花了两千多 算上我多买了一个电源也就是两千七百块钱 所以我要是说键盘鼠标一千五 机箱一千 那就成了这个金玉其外败去其中了 对吧里边放了一个破主板 完了放了一个i3的一个CPU 还没有核显 然后呢用那么好的机箱 就就就会觉得给人一种这个钱花在这个 人家说钱花在刀刃上啊或者刀背上 但我这个是连刀瓣上都没花上 所以这个感觉这个架水罐有点错了 所以算了我也就就就就就放弃这个想法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可能大概用个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些 我在这个黑苹果的这个系统配置和组装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像国内很多人都是在依照这个 不是叫tony max 不是叫tony max 叫圆景论坛 还有是黑国小兵的那个方式在制作自己的黑苹果 其实这个制作的方式有很多 我通过自己的查看我发现其实像德国有些黑苹果论坛 还有一些论坛他们也提供了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方式 其中比较有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方式是叫news 这个是news的一个网站 它也是有一个独立的论坛 然后有一个方式 他们也是根据clover为基础的做了这么一个深度化定制的这么一个安装过程 其中也有一些就是配置BIOS的一些步骤 BIOS也有一些东西需要关闭 这个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然后它的这个制作这个系统盘这个过程基本上也是需要的 然后它有一个脚本 它安装以后直接就把系统给导到你的那个U盘里了 导到U盘里以后就是省去了那些敲代码 敲那个命令的那个过程 然后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国内的大神没说的 就是很多国外的大神他们也没说 就是咱们在制作这个启动盘的时候 咱们可以使用这种固态的这种散唇硬盘 作为一个U盘或者也可以用那种机械硬盘 即使用机械硬盘做那个USB的启动盘的话呢 也会比正常的U盘会更快很多 因为U盘你往U盘里写系统的速度 这个是很慢的对吧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news news这个它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深度定制化的这么一个网站 当我进入这个网站的时候我都惊了 你看它这个它有这么样一个界面 你看它这个界面写的是news Catalina 然后它有一些界面就是你在这个界面下 去安装你这个系统 进到这里边还要选这个 就是我就特别喜欢它这种方式 因为我觉得呢 大家知道就是我这个黑苹果 我一直没说找一个委屈求全的一个方案 我能凑合用我就将就用 一直没这样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一直在找一个方案 我自己能用上 然后我又能把这个给介绍给别人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和一些就是 一些经济收入很低的国家的人一起工作 其实它们真正挺需要这种苹果电脑的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像news这种深度定制的这种方案 如果是能解决很多的问题的话 就很好的可以普及开来 像黑国小兵我不是否认他的这个做法 他其实做的非常非常好 也能看出他在翻译啊 以及一些资料的攫取上啊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创业 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 但是他们的想法呢 就是始终是就是特别特别窄 他们的这个目光呢 只是集中在一个技术圈 或者是说编程圈的这些人的这些想法当中 你知道有的时候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一个外行的人 用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常规哈 然后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在2013年的时候 这黑苹果圈出了另外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呢也比较有意思 然后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说在美国加州的 美国的这个阿拉巴马的一个地方呢 有这样一个公司 他们叫库尔 库尔这家公司呢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 但是我在这个库尔的这个Facebook的页面上找到了这个页面 然后这个这位先生呢 他就是创始人 他已经去世了 然后这是一个他曾经在这个Facebook上post的一些照片 这是他的一个工作室 然后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 下边就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值得介绍的了啊 他曾经在2013年到15年之间推出过这个Core电脑 其中有三个配置 这里边他采用了一些主板 这是他曾经到访过预避 然后这是他曾经收集过的一些硬件 他生产的这样一个主板 这个主板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是他的电脑 然后这是他的主板 这个主板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这个主板你可以原生的安装 MicroOS系统 现在目前支持的系统呢 是Marix 应该是10.9吧 然后还有一些网友呢 他们针对这个他以前就是提供的那些代码 还有那些硬件的一些程序做了一些改造 现在最高呢可以支持Mohave 这个在YouTube上有这种视频 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主板呢 他把这个上面 在他的主板上加上了这个Soundboot Soundboot1的一个接口 和火线400的一个接口 这个很很长时间用过苹果的 用户应该知道火线400是一个苹果上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接口 它不太依附于这个CPU的性能 可以非常独立的传输400兆 然后这是Amazon上的一个情况 Amazon上曾经卖过这个主板 现在显示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主板 这个主板的状况 它写的是支持MicroOS 718 这是因为是一个老主板 所以他指当时写的是支持Windows 8.2G 这是一个包装盒的一个状态 然后包装盒里的东西 还有这个 很多人都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你看五星好评 然后四星二星一星什么都没有 只要有review的都是说这个是好的 这是他设计的一个电脑的一个外观 当时也卖了一些 因为在他的这个Facebook上也post了一些照片 是他曾经卖过 然后这个是他在YEP上的一个 这个店铺 YEP就是现在相当于是中国的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也是copy了他的那个想法 然后建立了这个大众点评的这么一个频道 他说现在还在营业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知道 这是在YEP上的一个页面 这是在领域上的一个页面 叫Core Core Computer 然后他们看一下他这个 这是他以前做的一些电脑 这是一些人买到了这个主板 然后在这留了一个照片 就是东南亚他们很多餐馆也有这个习惯 你在这个餐馆吃了饭 他就问你 看你是不同国家的 他说你愿不愿意拍个照 我可能会放到这个店铺的这个图片里 他们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华人面孔 一个老头也买了这个主板 这是这个主板 这是他机箱 这是他的包装箱 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出货量 这个主板是当时这个创始人 他在09年的时候创立这家公司 然后他们写了一个BIOS 然后他就筹集了一些钱 大概是8万多美金 然后他就筹集了一些钱 最后他众筹成功了 他生产了一批主板 他们采用的这种方式挺有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去店里 求他给你装这个苹果的系统 装苹果系统的前提 是你得去那个正规的授权店 买一个苹果的那个系统 买一个苹果系统以后 就是他来给你装 这样的话 你就相当于遵守了这个 这个end user的这个协议 就不侵犯的这个苹果的这个版权 实际上也是侵犯的 但是起码就是说你付费买了系统了嘛 所以在美国他们还是挺遵守这个制度的 后来这个由于这个创始人的离世呢 这个产品也就再就没有任何的延续 就很可惜 好吧 好吧 这就是我对这个黑苹果的一个 也是另外一个心路历程吧 那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 怎么在我的海黄机上装这个 Neos的这个深度定制的黑苹果的系统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花时间看我这个磕磕绊绊的这个 一个讲解 好的 咱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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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